香港人的聲音 香港人的主場 李家超上場 香港人會好嗎?他們還有錢玩嗎? 沒得選擇 他們不用怕 其實他們知道拿著他的春袋 官是比有錢人大 關心疫情的藝人的困難 剛才那些肉已經令到那些十幾天沒有飯 新鮮蔬菜斷糧斷水的上海人已經瘋了 這次是香港和世界的文明規則的一次很大的撞擊 先別說誰對誰錯 我們只知道真的有兩把尺 我們這把尺可能是很低很低 我們差不多到腳尾 我們都覺得沒什麼 但原來他們那裡是很高的 我留意到你這個長周末、復活節、假期 你是沒有錄過任何片 就是和家人到處走走 我想問問你 台灣現在是有什麼天氣 氣溫是怎麼樣的呢? 其實你誤會了 我雖然這個星期五、六日都沒有錄過片 我星期日我自己做了Patreon 但是星期五、六日為什麼我沒有錄片呢? 因為一來本來就彭程去放假 放假一天 那些人都說為什麼你自己不錄? 我已經病到一半了 我發覺原來我星期五的時候正在病 我病了兩天了 所以我昨天都受不了 我上午我連三寶的節目都沒有做 所以我晚上都休息了一天 哦 不過沒什麼小感冒而已 所以就沒有出去玩 是嗎? 沒有了,檢查了 真是尿了鼻子 你這個直播你尿鼻子的過程 很緊張那一刻 不是,如果兩個月之前的香港呢 直播尿鼻可能還有人看的 兩個月之後的香港 每個人都尿得不肯 天氣就不斷下雨了 今天就好一點了 沒有下得那麼厲害 所以都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到處去玩 真的,開始多餘水了 我為什麼問你呢? 我最初真的會啊 這個人是會休息一下 跟小孩去玩 怎麼知道 我也想啊 不過原來真的病了 我為什麼問天氣呢? 我想每個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有時候一個星期中一次 有些是英國 你又在台灣 我講一個奇蹟給你聽 加拿大已經是春天了 四月中就快到四月底了 五月了 我們一件事就是要換胎 下天就有四季胎 有些人有雪胎 有些人就好像 六月未吃種的寒衣不感動 我這邊送一個天氣給大家 你欣賞一下我們 好啊 加拿大剛剛昨天 都未夠二十四小時前 之前的天氣給大家看一下 三度 嘩 樹來的 又見雪飄過 嘩 多麼美麗 突然間聖誕節 你看這個 什麼了? 樹林 是吧 四月底 差不多四月中 是啊 問候一下你 你那邊的天氣 會不會和那些小孩 都是很舒服的 秋天 但是台灣 現在你說的四五月 都是 春天 春天 其實都是炸暖環寒 那些朋友 你絕對可以穿魚翁出街 沒有人會笑你的 因為真的冷的 我在家裡 你就算中生 都沒有什麼問題 厚一點 雖然還沒去到你三度 但是我看一看 我現在氣溫 十六度 晚上十六度 有雨十六度 你在香港也算冷 如果那時候這樣算 嗯 那不是很遠 因為台灣 可能四面都是一個海島 所以都不會好像 它是不是跟香港很不同的呢 天氣 不是它四季分明一點 所以呢 比如春天 你會特別 就是 它好天氣的時候 當然就很溫暖 但是它那些濕濕濕濕的 春雨連綿呢 是真的比較明顯一些的 是的 所以它有四季 我們經常都說 譬如你上楊明山那些 春天你去到那個櫻花放之前 差不多 我記得好像上個月就沒有了 所以你可以趕得像花一季 還看到櫻花 然後你就可以看看夏天 其他不同的那些 白花盛放 秋天看看紅葉 這樣 這邊就挺好啊 有四季 除了沒有雪 沒有辦法 是呀 不過你有個洞 很想送些雪給你 但你這個正不正常的 你四月還會下雪 是正常的 正常的 有些人說四月六月也會下雪 所以不下月 六月並中 OK OK 任何時候都 也遲了 有些朋友剛剛快來 他們說 怎樣啊 這邊天氣 你有機會 你的子女可能會看到下雪 對呀 你也要抱著頸巾 我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有些 它很有趣的 早上呢 你又不是開得很行的 就是有些人還開著的 就是空調 他們這樣就打算 對呀 你也要開 是啊 我又見到你 病名的 其實很感謝你 病你也給我們一些時間 那我就不好 什麼都只是 在你的腦袋裏裏裏裏裏裏 好像很老套 有些東西給你 好啊 我想問一下 有什麼你在台灣 到這麼久了 即是 即時你會一見到 之後你會覺得 哇 即是香港的情懷 即是 哇 真的好 先不要算看時代革命 那種激昂 那麼熱血 OK 不算時代革命 你看到什麼東西 你是 即時會覺得 哇 香港 真棒啊 嗯 奶茶 喝喝喝吃吃吃的那些 即如果是香港 我上次不是跟你說過 我看到鄭醫健 好 看到鄭醫健 我覺得很香港 即是看到新聞 我不是 即是看到那個人 是啊 還沒有機會撞到他 如果 都是喝喝吃吃的 即是 你看到 你都不會看到奶酬 或者燒賣 或者蛋 嘩 這樣不會 我接下來 要給你看看 出現的是多人多 即是會 嘩出來之後 即是如果不說 你看到 就算看到照片 也要拍照到 嘩出來 嘩 香港啊 好 是嗎 的士啊 茶餐廳 這個不是茶餐廳的問題 是真的有個香港的士 的士啊 的士啊 你看看 這麼好笑 是不是很過癮啊 對呀 他的車牌還寫著 Hong Kong Taxi 你看到那個車牌 Hong Kong Taxi 2 TO就是代表多倫多 多倫多 車牌是Ontario安省 你看到這條街 純屬於加拿大的街頭 還是我住的那區 那他就四處走 這個呢 他就在一間茶餐廳 外面就被人圍觀 當然啦 我剛才告訴你 我還沒親身見到這輛的士 我已經那種 嘩 好香港啊 突然間 他應該是經常在這裏 打等的嘛 你應該可以找到他啊 我真的已經聯絡上他 如果聯絡上之後 他就說 給我有機會上的士 為什麼有這輛的士呢 好厲害啊 因為他呢 話說呢 他來了一段時間 他不是一個 剛剛來的香港人 不過他老婆 和他先生呢 即是他爸爸呢 都在香港啦 即是整天都說香港 那就很有情懷 那他這輛的士呢 真真正正正 香港那個 豐田 四座位的牌 還有呢 因為加拿大是開左軚的啊 啊 他可以進來啊 申請得很多 其實一般來說 就要運輸署 這邊的運輸署呢 就給他 即是 要改裝 很麻煩 很難給的 那怎樣才可以呢 這輛車要超過 15年的歷史 即是一輛舊的車 哦 那你當是一輛antique的車呢 就進口 就像別人那件事 加拿大 北美很喜歡進水貨的 香港都進水貨車的 即是日本車 是啊 他呢 就當是水貨的antique car 就進了這邊 那就改了一點東西 裡面呢 的士那個東西呢 還是會 哭哭的那些 還有麥錶 那個收費錶 所以你說是不是興奮 前面那個呢 都是我們本地 一間呢 就是幾多人去的茶餐廳 是啊 那些都是茶餐廳的感覺 那你見到已經 哇很好感覺了 這個就是我們多人多的 就是普通一個華人的商場 旁邊煲仔飯啊 我看到 是不是啊 你這個 其實是不是一個 小小小的香港扶仔的感覺 這個不是扶仔 這個就是轉角 其實我們每幾條大街裡面 說真的 就已經有這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那些人說 其實你多人多呢 其實真的某程度上 最接近香港的生活模式 就是這個 就是多人多 所以剛才我說 你看到 這個的士很棒 這個的士很棒 就是很久沒有吃ABC餐 吃個通粉 吃個西多士 嘩很棒 吃粽的那些 已經覺得有杯好的奶茶 但我昨天呢 精神上是為之一致 是 就是在這條街上 看到的士 就是以前 雖然大家都 就是在的士那裡 有很多好壞的經歷 我過海 你有沒有試過 入手 有的士 不知道為什麼香港人呢 是喜歡 告訴的士 你是過海的 是 然後他就說過海 你自己找後面那一架 因為香港人知道 香港人知道這個是最大的 拒載原因來的 問定先 過海的士是不是先 然後就令到我們香港人 就說 你不用理他 從法例來說 你硬坐上去 我們好像做不出 你硬坐上去 我到今時今日呢 是啊 玩自己的 哈哈 好了 有一件事 挺好的 是不是很好 我覺得如果台灣 台灣的士是什麼顏色 黃色 所以叫小黃 黃色 這個 剛才的士真的沒有 他這樣說 現在很多新香港人 會來到多人多 就是以他來說 他就想有這些車 給別人來到 有一個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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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說 這輛車 是可以出租的 譬如你結婚 都挺聰明的 如果有些集會 我會預約的士去 是啊 真的會 很搶鏡啊 很行 我覺得的士在那裡 是很香港的 那一刻真的 如果你說再下一次 就要玩這些 公共交通工具系列 是啊 我都不縱인이放電ığ damit 都不只擋 Direct 很好 另外這個事情 一勾也是會勾棄 香港有什麼 如果你再看到李家锡 那這樣就厲害了 那其實厲害了 ити哥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 我們知道 只是用一人模式 去形容李家超 我覺得嘉超 現在不能自行 而是一 н panels 是一時無兩去形容 gee 為什麼呢 這個事情 我就沒有跟 agu 张智豪大家互相沟通 怎样的事就在我们一个月头前左右 就在明报彈了出来 我看一看 我说不是吧? 我不太相信是真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先例 第一个人去选 就确认了 七八八十六票 这些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好说 但我就看到他的顾问团和主席团 人数已经很恐怖了 58再加上90人的主席团 好了 我看回顾问团 我说不是吧? 以前的地产商我们就说 那些地产商是霸权来的 他们都知道在这里 他都会和政府玩玩 以前的政府都要谈谈地产商 我看一看 最惊讶的是 诚实、资深、顾问李嘉诚行第一位 行地的李绍基 身地的郭炳联 信志的王志祥 新世界的郑家纯 接着连这个都上了 就是九仓前任农事会主席 吴光静 喂 那还有什么要说 我真的想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地产佬 我们说过 很难听说他们 加上就会影响整个香港市 难道他们看不到 这是一个军人治港的时候 他们认为他 李嘉诚上场 香港会好吗? 他们还有钱去玩吗? 不是 没得选择 大佬 现在这个时势 一人当选 所有人都要埋班 这个顾问团 和主席团 我印象中 过往都没有那么抢眼 因为以前的候选人 可能他的班底都不是很重要 都是拿提名票很重要 但是他现在呢 应该就是全方位 一定要将所有香港有头有面 特别是以前 就是组成 叫做支持一个特首的不同界别 那些人事商界和政界 他要全部拿回来 就是支持李嘉超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说给你看 众声拱月 没得有意义的了 就算你多不妥他都好 那给免派对请你参加 那所以他是成功的 就是你现在应该看到 就是他们那个公司票 就很成功地 就是将一些已经无心乱战了 甚至乎可能都不想再参与这些正事的 李嘉超这些 都把他拿进去了 那就是你 他成功已经在英国了 你看到他很多时候 那些商业都选了 喂 为什么会回来呢 大哥 因为我在想 李嘉超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指标来的 大家都说他聪明啊 就是一路减持香港那些 所有投资 虽然都一定不会减得了 大陆还有投资 但是他一回来呢 就是令到 你认为那些香港人会怎么样 其实这段时间有很多香港人 因为李嘉超上场走的嘛 就是拿着财富走的嘛 是 他是怎么说 逼着这几个地产商 就是五六个老爷 撑起整个香港地产的 你们不要走 走了 你看看他们都留在那里 就是你怕不怕自己走了 没有的 他的名字挂在那里而已 他的投资啊 或者叫设置那些 是商业篷围来的嘛 你没得管他的嘛 但是 反过来就是 如果你拿不到他的名字呢 那他可能会觉得 你会被外界有一个不团结啊 甚至乎就是 为什么香港这些 就是举足轻重的地产商 比如说诚哥 如果你觉得他真是所谓 就是比较 为香港人说话 什么都好 你觉得他是这个阵营的话 那些人都会问 为什么你没有李嘉超 你没有他会支持的呢 是不是你团结不了香港人啊 还是你不能够 好像以前的特首那样呢 就是得到香港地产商的一致 是不是他们不看好你呢 这些事情呢 就算没有实际影响到 但是观感不好听啦 又会容易被人拿这个位置来进去 就说了 都说了 李嘉超什么都不行的 没有商界脈絡 就估不到这些人 那爷现在连这些位置都要封回 那是不是真的在谈谈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很多人都怕共产党 或者中共的手段 反而我觉得那些地产商 其实他们真的要坐下和爷爷聊天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不是说你要的 我真的拿着钱嘛 我真的拿着钱嘛 你要跟我聊天 他们所知道的东西 是远远比我们香港人 就算很有智慧的那些 他更知道来情 更知道习近平的内容 或者他的钱的钱 那更加不能走 那更加不能得罪他 那就是说他们不用害怕 是不是他知道 他要害怕 就是要害怕 还是要拿着他的钱呢 那其实不用想得这么复杂 因为你在中国的官场 你就会知道 官是比有钱人大 就是我们本来说权贵 可能我们一向都是叫 好像当是同一样东西 权贵权贵 但是如果你全都分 权和贵真的不同 李嘉诚 就等于马云 上面他们那些大有钱佬 贵而已 他很有钱 但是他没有权嘛 那有权的哪些呢 官就有权了 那我们见过中国的玩法就是 你无论如何富可敌国也好 那你一指令下 无论是共产 要平均共同富裕 说你违规 叫停你的IPO 所有东西 你可以突然间就停了 你看到买金服 那些在美国想着上市 滴滴出行那些 可以给你说我不给就不给的了 我证监只要一声令下调查 压住 不过规矩 手续办不齐的 你全部就玩完了 所以你要问 就是说那些地产商 他为什么还要走过来 是不是因为被他拿着春袋 诸如此类呢 那就很明显 所以我觉得 你看这个新闻 你只能够这样理解 就是说 他应该说互相都还有一些需要 就是李嘉诚或者北京 他无论如何都希望这帮地产商 怎么都给我名字 他不用他真的做什么实际的 给我名字 告诉人家你是团结的 你没有不妥我 OK的了 至于他有没有可能令到他们切不切之 譬如李嘉诚 那我给你名字 但我的海外 我照切你你阻碍不了 对不对 但反过来 他那些 他的儿子 有些继续在香港扎紧 他们分得很开的 那就算了 最重要是拿了个名字 因为你不给他名字 那似乎就等于公开 遇你唱反调 那所有这些是商人来的 商人 他就算不压住在你身上 也都无需要就是唱衰你 你想想一下 就是等于现在你当是赌钱 李嘉诚做庄 大家都来买一些 你可以不买 你打算不买的了 但是你也都不需要周围和别人说 不要买他了 这个庄出千的 那他现在做的 好好好 不要买一些 买一些 买一些 但是我买完就走 你吹我不像的 是的 我觉得 做我们中国人最伟大的事 就是为了自己的血脈 我觉得整个没办法 始终呢 我看回在外国里面 一些王朝 很多时候那些富王 不理得那些子女 但是很多时候有得他 那些子女就会散围 是唯一做商界 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 就是尽量保护那些子女 就算你多有钱 你都会看着你那些孙子 曾孙子的份上 唉 没办法 你不会改变的 要不然就不用不断 团积财富那么久了 这件事我觉得 唉 原来挺有钱的人呢 只要你有另一半 或者是你有 跟着有几个后裔的话 你就一定是 他都不用后不后裔 总之就是你 不予官斗 就是他没有办法 还有我想 他们自己心知肚明的 我交一个名字给你 他没有当过你是自己人的 你只是看回几个很重要的指标 譬如说 恒指那个蓝筹股 那个成份股 上个季度完结之后 又不是说有很多港资 都被踢走出来的嘛 换了很多大陆的股票进去 是的 基本上 这个是大趋势来的 我相信现在交的名字上去那些 心知肚明 我交的名字给你 只不过大家叫做 可以 维持表面有好关系 究竟我在香港 还是不是可以 好像过去那几十年 那么风生水起呢 还是不是可能 好像当日 当日香港市民还会说 哎 冠商勾结啊 特首益了 地产商自肥 那我想他们自己都知道 就是那个 那个英文村 是的 不是他们到的了 只不过现在是 叫做大家好来好去 那究竟 究竟 会什么时候 别人要搁地啊 什么时候要共同富裕呢 就下一回合再玩的了 真是 他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个个都入围了 是不是 就只有两个 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以及提名李家超的梁振英 则没有加入顾问团 或者是主席团 那是什么呢 不知道是不是梁振英 仍然觉得 他不信气啊 不知道是不是他仍然觉得 不信气 不过老百人说过 他接着还会不会 委以别的重任呢 之前说过 什么总选举团 那些 是的 如果你这样说 他们这两个人都没有加入 那 他们是不是代表 不是这一次 所谓做王者 有份的决策成员呢 那可能会最容易 联想就是 两条线咯 董建华可以想象就是 他可能他的身体都一样的 就是看到他之前上一次 但是他有大条理由可以不加入的 其实成哥连事都义高 你想想他是第一个 湧出来 就做他的 除了谭耀宗 现在越来越多人 哇 原来平时你看到他 谭耀宗一向都喜欢出来说的 有一个我忘记了 经常都出来说 就是这个 大家要适应一下 就是他做一些人大的什么 我都不记得他的名字 瘦瘦的出来 是 他就整天都 就是好像一些人 很隐藏在后面 他那些才像做王者 那 他们要铁汉子啊 大家这次可能是一次单一的模式 但是很高兴 大家就在这个时候 就给意见 就是以后的特首 就可能就是这样的了 就是那些建制派 就可以没选到 都给他意见 我不记得那个人的名字 不过 我就觉得梁振英 其实当时都为了李家超 很出力的嘛 他已经站出来 他第一个出力交提名表格的 很厉害的 这个有没有什么契机 或者有什么原机 为什么他会不进入呢 你觉得可能会 他会出任 他做不到一些很重要的位置 又很奇怪 如果今次这样 现在 我还没看到最新的 那个叫做选委会总召集人 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名字 现在如果根据这个说法 可能他继续担任这个选委会总召集人 因为我现在看新闻 还是传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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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没看到好像有落实到任何名单 还是他坏很臭的呢 那个圈里面 还是 不过我就觉得 如果他其实还有这个位置 他都没落实的话 那 是的 所以我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有一个是新的 是的 刚才我说不记得那个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奴文端 就是那个奴文端 就是整天都在说 其实呢 这次呢 除了谭耀宗出来 好像代表讲很多东西 他呀 以前谭卫珠那些 谭卫珠不是很理他 但是谭耀宗一向很厉害他的样子 说话又没什么力量 但是好像每次传话 就真的靠他说完所有的东西 这个奴文端好像最近都很重要 说出一人无息 那些人有铁汉子 铁膊头 就是这些所谓的香港人 但是你看到慢慢浮面是挺坚的 你看到那个政治 那个在香港的政治影响力 原来是这些人 嗯嗯嗯嗯 所以我估计 其实没有梁振英 或者你说其他那些 就是角路人马呢 可能他们还会有 其他一些的 所谓的职涵 他们是要 就是摆上去的 还有 他们现在应该 都是要做个小事 告诉你 就毫无争议 是的 甚至乎 要打造那个 叫做 舆论 告诉你 就是为什么要选李家超 为什么一人无息是最好的 他以后的路大概会是怎么走 你看到他现在拿个提名 都这么多了 是的 已经没有了 只有一个提名 一时无两又 真的 哎呀 我真是太傻了 我现在看我当日说的 还一直问你 我还记得 我不想不认 我说 会不会好打得啊 他死定了 国家要他怎么都肯做了 他说 是傻了 你不好意思说 你别这么傻了 傻仔醒醒 叶玉仔 是傻仔来的 可能叶柳也是这么想的 他可能都想 我会不会都有份 我叶柳 我欠真了 喂 好 又让你休息一下 接下来看一条片 因为每个人到今时今日 我们都说 最重要是大家 一家人 最重要是平安 齐齐整整 最重要是平安 好了 我想问一下 给你一条片看完之后 看一个家庭的 一条很温馨的片 看你看完之后 接下来看一看 我们黎智的生活 你觉得 看完之后 你看看你自己的第一个感觉 是怎么样 哇 就是黎智 挺好的 很温馨 又舒服 生活 如果你看到有一天 帮着爸爸 没得顶 对 帮你洗碗 切菜 洗衣服 什么都做了 挺好的 但是真的 我觉得 这次黎智 我自己对于她 其实一向很欣赏这个女生 因为自从TVB 之前那些绯闻不要说 之前小时候那些 但是她经历过几件大事 一个就是她的弟弟 有一个很严重的交通车 是 她的头伤了 变成了植物人之后 差一点 她就要背起她弟弟的医药费 一直陪她 陪到她能够回 有少少讲话的能力 就接管了她的美容公司 直到今天 大家已经觉得 哇 这个女生真的硬正 然后就跟她现在现任的丈夫 就是她行动不方便的 就是坐轮椅的 大家都说 当时她也要 就是 忍着很多那些绯闻 就说 喂 这个人也是为钱啦 人家不是这样 那时候也要背着很多这些包袱 结果人家就不离不弃 大家结果很幸福 都是一起 就是一起生活 现在有三个女儿 很漂亮的女儿 好了 其实我看完这条片 我觉得没问题 她挺正的 但是原来话说 黎芝近日就上了上海 那个叫长沙的地方 是 准备拍 乘风破浪的姐姐门三 那没问题 你去接受一个reality show 和老公啊 三个子女 上去已经隔离了14天了 是 那错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看完这条片 是竟然被整个上海里面 就开始 就是 围插她 首先给这张照片 大家先看看 看完围插 大家可能明白了 因为现在上海 上海 其实很多人 大家都知道 很不行 就是在这条片里面 周围都在报导 就是纵然中央怎么报导 原来他们有人 现在抗争着 好像我们香港 是 反对无限其封城 是 是 他又有一些细子的名单 怎样死 有哪里 就未经证实 是吧 是 是 人缓正在 人缓正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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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十多天 那三十多天 你只不过买了东西 没什么问题 原来他说了几句说话 是 他说 他说 虽然偶尔会有些 担忧的时候 但只要学会 换一个角度 来想 是困难为学习 和锻炼的机会 没有什么不能够克服的 近日这些日子 我的Q精神 是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简单的生活 也是很难满足的 大家一起加油 很难 大家一起加油 那 他还没完 他说 其实 三十多天的隔离生活 原本对我来说 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但当经历过之后 就会发现 其实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得着 是 我觉得其实他一直都没有问题 就算你充分食物都没有问题 就是他叫人说 这件事是一个 一起锻炼和学习的机会 你觉得他是因为 不知道上海发生什么事 是什么事呢 如果你看完你身为一个 一个家庭 有些小孩子 我觉得黎智在表达 就是他不知道在上面做 关心疫情的艺人那种困难 其实他就正正告诉你那种困难 因为你如果和上海灾民打气 但是你口味实不至 最近就有了 因为刘德华 彭于晏那些 就在东方卫视拍了一条 加油打气片 结果都被人骂的 就说 你只有打气有什么用 你给物资我们 好了 另一个艺人 陈浩文 他太太 不知道叫蔣麗莎 就是开箱直播 就说我们会免费送物资 给上海的居物 结果又被人骂了 你送物资就送物资 为什么要直播啊 好了好了 阮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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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罗智祥都是坏的 说他的救援物资 还要罗智祥的物资 大家来拿 是的 还有台湾演员李立群 他们都在上海隔离的时候 就说自己有几天没得吃 不知道什么 好像说三天没得吃蔬菜 还是什么 结果被人说他唱声抹黑 制造一些不稳的现象 结果第二天就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现在没事了 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了 让你想想 无论你说什么都被人插 黎智 他又不敢跟你说打气了 他又没有送物资给你了 他现在告诉你 不如大家保持正能量 其实隔离虽然辛苦 但你转个角度想都会很开心的 可以陪小孩说我都有看到他那段 他没错的 只不过在现在这个时势 他当然有错了 你只是有生果吃 有苹果削来吃 还有刚才那些肉 你已经令到那些十几天没饭开 新鲜蔬菜断粮断水 那些上海人已经瘋了 对不对 还要你看你温馨到 多大的房子 哇 那些小孩一起 为什么有三十天的粮都没有事 是的 你想想分别就是这样 因为你家里的雪柜很多 有办法买到 可能是 因为他在长沙 他不在上海 湖南长沙 又跟他那里不同 所以可能他那里没有封得那么紧要 他真的没有错 他真的没有错 他现在在做的事 只不过是告诉你 我有这么大房子 我有这么多的物资 我在这房子里隔离三十天 我觉得都一样可以找到正能量 那你如果没有物资 那你就找不到 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是很惨 其实我看完 不是我来想 昨天大家热烈讨论的陈奕迅 原来是个费新闻 我多希望这个是费新闻 但这个不是费新闻 这个是真新闻 我怕跟车太贴 但其实我觉得你怪他很难 我都说 刚才我叫他艺术师的行为 如果你叫黎智 他告诉大家 加油 最简单 加油 隔离的日子 希望大家努力捱过 那你一样会被人说 你当然捱得过 你住在哪里 你有没有被人封区 你有没有吃不到蔬菜 那真的 你没有经历那些处境的人 你说任何一句加油 都是代表偽善的 但是你真的 那怎么办 可以不说话吗 不说话又说你莫不关心 宋物资 你又被人说你做宋 那你能够做些什么 没有办法 那你能够发展你的事业 是的 如果你加把嘴说上海很乱 又被人封杀 又被人说你唱嘴 就有 我们要为上海打气 那你怎么也会死 那些网友就叫他说 你不如回香港 而且他说你香港很好 真是惨 那我觉得他真是不幸运 他摆错片 其实我觉得他的片很好的 其实信息是一家人如果遇上 你想想家庭教育多好 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香港 早期疫情的时候 有一帮人被封区的时候 不用怕 我们小朋友一起想一些活动 一起在家里做 这个是无犯的妈妈 是无犯的妈妈 而且他说 那些网友说 香港很好吗 你看看你们死了多少人 我们大陆就是被人封区 但没什么死人 那是大事的 我觉得 所以你只能够怪 他太有钱了 他太有钱的时候 很容易被人觉得 他刚才那些打气话 是那句 何不吃肉眉 你说如果他家屋小一点 他不要拍得这么漂亮 如果你拍摄是一间300尺 好像公屋困兽斗的 然后他仍然可以说到 刚才那句 隔离30天 我觉得反而给了一个机会 我和我三个女儿一起相处 他就100分了 你吹他不胀 如果你在一间300尺的公屋 他讲了很泥枝的姿势 还很悠闲在看一本书 好像 没办法的 等着我们突然在咚红酒 在那里说 都不是没东西吃 那就死了 是啊 冬天也不是很冷 其实冬天你看看 雪都挺漂亮 可不可以暖气大一点 麻烦 那你就死了 旁边的冬到 冬到我都只能穿洞三着 冬天就很辛苦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认真说 这个教训就是 所有 我觉得不是艺人 是所有有能力的人 当你想讲话的时候 你都要看一看 究竟为什么我会有这一番感想呢 会不会是因为我拥有的能力 比其他人都好 所以我才不觉得惨 或者我才会觉得很舒服 如果是这样 你是一个特例 那你就不要将自己的特例 就变成一个 好像想宣扬去给其他人都能够参考的价值 因为你这么特殊 又怎么能够变成一个普遍呢 是吧 是 说得很好 喂 我看到你呢 我看你和阿森爺 近期都在讲一些奇事的东西 今天刚刚新鲜 我也问一下 你跟我一样 应该都很久没有看过TVB 没有 我其实很少看电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逼你去看TVB的片子 因为这件事 我觉得是一个社会的讨论 因为最近一说到歧视 我就有另一个看法 某程度上 我觉得好像那个女演员挺惨的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金箱大夏二 好像帮她做宣传 那我们看一看小小的片段 就是说一个叫王阮华的女孩 就判黑了臉 说她判黑了臉 就显现了一个菲律宾人 我们一起看看她的这一场戏 接着我们就去讨论 结了婚了吗 有没有小孩子 你跟孩子结婚了吗 是 一男孩 八岁 八岁 你只有27岁 哇 十几岁已经生了 我们的女儿十几岁的时候 只会想着玩和拍拖 你知不知道我看完她 我一直由我离开TVB之后 除了你在报章或网站看了消息 我真的没有什么看过她 任何一个剧集 甚至你说ViuTV 我都没有太多时间看 譬如《大星期爱》 隔夜中秋天看 人家说这件事 我最初由第一天开始说我什么事 那些王阮华 其实心里面是活着 TVB被人罵 是否以为你是阮华 可能弄错了 有点 我最初在想 这个财面又不是新鲜 为什么说得这么厉害 你的朋友已经已经试过了 是的 是的 我就在想 喂 什么事 这件事 很占 首先我觉得这个女儿 我看完她叫王阮华 我不认识她 就说她是加拿大翻 是的 我觉得她做得很好 首先我純粹看刚才的演戏 她不是白眼塗黑一点 弄得嘴唇白 是搞笑的 不是 她真的不论语气的眼神 还有演绎着这个香港 这个很交剧的 但是我问过这些朋友 她说这一对夫妻 说的飞容已经算少了 我问过一群人 她说 试过一台的人 是对着飞容 是说的 我这个飞容 她是lesbian 她做个女朋友 对着public 很多时候都是在说 我们知道 菲律宾他们每两年才回去一次 我想很多人有引来 姐姐或者菲律宾公民 都知道他们很少见老公 有时候回来又有两件 已经一路养大她 那我就觉得 咦 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讨论呢 这个女孩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记得她 她叫Crissell 她就是做轮落人 做推着黄秋生的菲律宾工人 嗯嗯嗯 她很有趣 我很惊喜 她当年拿了最佳新人奖 演技相当好的女孩 她在香港接近二十年 有自己的补习社 帮香港的小孩子补习 那其实呢 这一集叫金销大厦二个监制 找过她去演这个角色 嗯 但她就觉得那个戏里面 正如她所说 那些好像很定型 很胶 英文就是stereotype 就是stereotype 总之就给她 原来菲蓉就是这样的了 那些老公就是这样的了 某程度上她就不接 但她就反而 就扮了下去的女孩 王远华那里说 哇她特意擦黑面 学一些语言又不像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个看她这样答案的时候呢 我以为呢 你自己做过伦乐人 其实呢 她英文很好的 她英文是非常好的一个女孩 因为她开英文学校处习班 你以前要扮过一个英文很差的菲律宾推着 王秋生有菲律宾口音的女孩 你是一个演员 你也扮过很差的 其实原来英文好像你这么好 为什么你不说英国口音呢 或者美国口音呢 我已经觉得奇怪了 而那个女孩 我就觉得 喂 其实以前江欣燕 那时候 这么久以来 每天都在高乐街上 我真是 今天又很喜欢见到 先生呢 见到好多女人呢 哇 大家笑到肚子都乱了 喂 评机会又走出来 又说 我唯一可以 就是觉得 喂 这件事真的不关那个女孩的事 是个问题 那个 就是说盲人 就要找盲的演员去演呢 就是我找一个人去演菲律宾的演员 他除了要找 如果你说要找 是都要找菲律宾 但你未必 那个是演员 未必找到一个适合的人 何况他都找过一个菲律宾演员 他不做而已 是 你怎么看今次这个 今宵大夏二 今宵二的 一个这样的 叫做歧视风波呢 我觉得呢 今次是 香港和世界的 叫做文明规则的一次 很大的撞击来的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套 你说叫做 道德伦理 那刚才我们说到80年代 江银宴办 Maria的那个 那个现象 在西方 比如英国 美国 他们对种族歧视的那种敏感 就包括很多东西 包括刚才你说的那些 就是说 他们的口音 因为每一个种族都有特定的口音 他们会很容易就会被人觉得 你如果特意模仿我的口音 你是不是想笑鬼我 那时候最明显就是 中国人 亚裔 经常被人说他们的眼 还有他们的发音 经常说 c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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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说他们在模仿一些口音 所以 模仿一个种族的特征 在香港的界线 就会觉得是演绎他们 但是好像在西方世界 你是在嘲笑我们 是的 这个就变了嘲笑我们 那至于你说 是不是一定要盲银就找盲银来演 非籍就要找回非籍来演 那如果不找就行 对香港来说 就很现实的 有就找你 没有的那怎么办 没有的那我们看饭吃饭也要的 那在外国 他就会对于这样 一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故意想丑化他 因为你在扮演他的过程里面 你是一定要所谓装身的 你会化妆的 他又会觉得 你是不是将我们的一些种族 将他黑板化 譬如菲律宾就一定要黑的 黑人的头就要弯的 可能是那些拉丁裔的 是不是就一定全部都是 好像要那些鞭子头的 他又会觉得你在扮演他的过程 你是黑板化了他们 然后又会再想 你现在是不是剥夺了我们这些本地人的工作机会 你特意找人来扮演 你现在为什么不找我们 所以你会发现 撞到七彩 好像铁达尼那样 香港人大部分都觉得 我们这条线是这样画的 有人就找 没有人就找人扮演 扮得好的就赞 对了 烧一下 只是说说笑而已 是不是不能先笑 是这样的 不是怎么做戏 但是这次的撞击 就是说 原来世界对于种族歧视这四个字 跟我们差很远 所以我 为什么要说这件呢 其实香港已经很久了 黑人又扮黑黑他 是的 但是以前已经没有那么敏感 甚至乎那时候没有那么多 可能外国人的眼光注意到 你只能够说 现在整个世代 有些人如果不认同 这种叫做 泛种族的政治正确 他就会 当然会称这些叫做左交 你可以说是真的 就是特别当你由 左翼 有很多人都说 你由me too me too 都有人觉得他们太左 所以他明明 我们觉得好像都保护女性 但是他们在西方一样 有些人就说这些就是左翼 那这种政治正确的左翼风气 近这几年是真的大旺 大旺盛的 所以 如果你说回 由Donald Trump开始 那些人就说 他的出现就是 用来反击这些左翼的 但是也都见证着就是 左翼很成行 所以你说 为什么会被关注到呢 一点都不意外 就是 当然你猜不到 会辣到来香港 你没想过香港 我们以为自己避风港 躲起了一层 不可以的 原来你真是被世界看到的 那他看到之后 在左翼的政治正确思想之下 你真是犯了他们的 大忌 是的 犯了他们的大忌 那对香港来说 因为我们不觉得 我们是属于 世界道德阵营的一群 我们有自己自成一国 我们整个香港的种族 又相较比较单一 大家就习惯了用这种玩法 那是会很大的震撼的 你看到TV都不是很肯和他 是的 头条写 那时候你们做的 不是假扮太后 你干嘛丑化我们的女人 就死了 有权的 但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 会的 所以如果所谓的矫枉过阵 的确你有机会会中招的 你有机会中招的 你有机会中招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是一个很 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测试 就是 究竟香港第一次面对 世界的道德价值观 我们会怎么跟它撞击呢 就是我们是 我们有权选的就是 我坐在那里都傻 我照做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套玩法 我不会理你的 又可以 那你想向世界接轨 然后令到你下次再创作的时候 避免这些风波都可以 其实都是一个有好处和坏处的 你猜呢 如果有一天 现在有个角色 不要说TVB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剧本 就是要你演一个 就是这个飞庸的老公 好好发挥 你会不会接受这个角色 经过这个风波 我想如果你要做 你要有个恐惧 就是说会被人说你歧视 是的 还有你还要做这套剧 就只是在香港播好了 不要让外国人看到 没有联络 这个世界有没有联络才行 是的 真的 我个人都觉得 因为我都是 畢竟香港大 你现在这么多年 我都是接受了香港的那条线 我甚至会觉得 其实会不会矫枉过正 如果这样玩法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就是 譬如说他们持相反意见 那些他就说 你不是那个种族 你当然是笑得开心 那如果你正在笑的种族 他跟你说 我不喜欢你笑我 行不行 就等于 Will Smith 他老婆被人笑 那Chris Rock可能说 我讲一下笑而已 是的 This is G.I. Jane 这个鬼剃头跟你说 我不喜欢被人笑 你不能说 说一下笑而已 我不喜欢 我是不喜欢 你太敏感了 我是敏感 但我不喜欢 行不行 现在他如果 菲律宾人 他跟你说 我看得很不舒服 是的 你不停在说 我们老公在那里 叫街 花天酒地 我们的钱 可能他黏膜也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反而是他黏膜 反而你明白 我觉得女孩没有任何一个部分 这位女演员王远华 是没有任何一个部分 他真的假装想让人笑 我觉得他反而是做得很实在的一个角色 是 他里面的那场戏 是值得令人去思考的 一样东西就是 你这一场戏 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 他都挺写实的 其实说了 带来说 那些老公不是这样 我觉得反而是反过来 他用了一个道德界线 他不想你说整个菲律宾 其实菲律宾 一向我们知道香港是靠这个菲律宾姐姐 有三十几万 那么多人 是 他们自己在香港 有帮忙拉票去选总统 但是你想想 他这次我觉得是踩中了他自己的道德 他们的家庭 原来你现在拍戏写一个演员 我原来说 他叫我演一个 今天就是有肤色很容易笑 如果我有一个潮州考音 你做不做 其实一样是有问题的 是啊 所以我就说 如果我们走过西方这一套 政治正确 有什么好处和不好处呢 有些角色不见了 就是以前岑建勋 狮子头这个角色没有了 是啊 你那些麦家都没有了 光头神探麦家 是啊 死柴婆 我跟你说的 你台山口音也没有了 就是 这些我们笑得很开心的那些东西 没有的了 因为你现在为什么要笑她 你模仿她 你在那里折腾她 但是 可能对新移民来说 可能他们有要求过的 因为他们都说 我不想 那些人在那里笑我们什么大陆婆 大陆妹 不想被人这样笑 那只不过评机会 后来他说 就是 你不可以当她是种族 是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民同种 就是他不像 他不像是说不同国家的人 那种族的 大家都是那个位 是的 那结果你就 你没得这样去搞 就是以种 你没得用种族歧视去 去拆掉他的 但是 那前几天香港呢 其实有一宗新闻 就正好是一个 正好是一个反思来的 就是淡仔女团出道 淡仔女团出道 这段事情 我觉得为什么值得反思呢 就是 淡仔厚音 你如果用歧视的角度 一定是歧视的 我说不正的 什么蜜演啊 蜜演啊 蜜演啊 杀杀小辣啊 你先说正点 好了 如果你说歧视的话 那些阿姐有权哭 有权生气 有权告你 告不告你整一回事 她有权不喜欢 然后就觉得我是被伤害的一群 好了 但是 以香港这个玩法之后 淡仔阿姐 变成了特色 变成了大家 去到听不到 反而不舒服 你说得这么正 我不开心 还出道 是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我们香港有我们自己的玩法呢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这么政治正确 我们其实会有一套 融会的机制是可以令到 所谓被笑的人 其实他一样有发挥的机会 是的 当然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因为可能去到最后 那些人就说 那蜜仔和郑英基你们说话很棒 没有人笑过你们 那你当然不知道我们痛苦 是不是 很好的一个社会讨论 就是我们真的不看电视 但是今次 这个今宵二的确是出现了一个 史无前例的讨论 加拿大其实算不算敏感的 种族那方面 算敏感 但是这个 我觉得演戏 其实某程度上 整个industry 本身是有少少 黑人没有那么多机会 所以有一届的 特别多黑人要拿奖 是啊 所以那一年 什么上流寄生族 就传过 那个tribile 就给了这个 但是 我觉得 这一次的人 好好地演绎了一场戏 反而被人说 我觉得 如果你要骂 是你应该骂 江欣燕那年代 这样的笑话 你都笑 那个假法又是假的 那个口音 你又混进了自己的香港 夸张化 是啊 我想你们 帅哥总理 杜鲁多的时候 被人揭发 他在读书的时候 在读大学的时候 说他试过 化丑了黑妆 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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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意发你那些口音 那看看究竟你 你喜不喜欢 是啊 那因为 不是每个都可以好像 淡姐姐那样 觉得无所谓 捱了过去 然后就成功了 有些人捱不了过去的 他真的会觉得 你歧视我 我受到不公 是的 这个是很 这个黄远华 这个黄远华 很厉害 我觉得他到今天 还在这里 没什么 这个风波不异圆 我希望TVB 不要找了 因为有这件事 这个女孩也没有机会 那就真是大事 会 因为TB也在支持 TB很明显 还在用 所以我这个比喻 我觉得这次用得挺好的 真的我们自己香港的 那条道德线 现在真的跟世界的道德线 我们在撞击着 看看我们究竟是会向他那边靠拢 还是我们不理你 继续躲在那里 好了 喂 今天真的差不多 我们都要想一下界线 幸好你现在不用做头条新闻 扮 扮太监 你死了 好了 多谢你啊 多点休息 身体健康 好了 多谢了 拜拜